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讲的整个的 他从历史与阶级意识 强调阶级意识的这样一个 从探讨虚假意识 以及探讨马斯的这样一个 实践的这样一个思维方式 强调它的中介性 那么都是趋向于强调什么 就是强调人的历史是如何可能的 历史是如何可能 那么在人的历史是如何可能的时候 他也说要打破 要打破以往的这样一个 就是把马斯的这样一个哲学 作为现代哲学对近代哲学的否定 我们可以看到 他说整个近代哲学 作为资产阶级的哲学 它都是什么 它的一个本质上 都是讲的 都是讲的一个这个理性主义哲学 理性主义哲学 都是归结为什么 直接的思维方式 就是他们都没有超过这个概念体系 而对存在进行提问 存在提问 那么马斯哲学 首先你要把这个 打破这样一个论识论的提问方式 转向本体论的提问 它所要解答的问题是什么 就是自然和社会存在的关系问题 是吧 既然你这个论识论的提问方式 你是要把自然和这个社会 自然和社会 这个能的这样一个 这个意识和物质 绝对的对立起来 绝对对立起来 你只有对立起来 二元化 你的论识论的提问方式 才能成立 才能成立 如果你不把它对立起来的话 这两个是不能成立 你的哲学提问是不能成立的 那么你要转变这个哲学 就是说从近代哲学 走向现代哲学 从认识的思维方式 就是说你要从近代哲学 要消解近代哲学的 这样一个内在矛盾 内在矛盾 就是说你这种思维方式 你不论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 就是说你都没有办法解决 物质和意识的关系问题 历史和这个 人的历史和自然的关系问题 或者说自然和社会的关系问题 那么你就什么 要停止这种认识论的 这样一个提问方式 转向一种本体认的 这样一个认证 转向本体认证 那么从这个 也就是说现代哲学的 一个论物是什么呢 包括这个他说的 马克思的实践哲学论物 就要改变这个认识论的 提问方式 对这个历史作为一个 本体如何可能 这样一个问题进行研究 所以既然要进行研究的话 那么他的第一个问题 他的第一个问题就要讲什么 自然界和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 他就提出了 自然界和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他不能把自然界和社会 看作是绝对对立的 而且这个对立是不可变的 而是要强调什么 他们既是有差异 同时也是同一的 这个本体认的认证是吗 他一定要强调他的同一性 强调他的同一性 所以在这儿呢 他就面临着什么 自然和社会存在的关系 我不能说是自然界的 如果我是认证的提问的话 我或者说他是自然界的 或者说我是说他是意思的 那么我说是意思的时候 我就一定要排除自然 那么我说这个自然的时候 就一定要排除意思 所以在这个认证提问当中 自然和意识是什么 两个都是损而又损的 是损而又损的 两个是互不相干的 那么作为历史本体认的认证呢 他第一个就要讲到什么 自然和社会之间 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也就是说 你的这个物质和意识之间 究竟他们之间是 作为一个存在来说 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 所以他研究的第一个出发点 就要解决社会自然和社会存在之间的 这样一个联系和差异的问题 联系和差异的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呢 他把这个整个自然 这个社会存在 他作为一个统一 有一个从无机自然 到有机自然和社会存在的关系问题 那么无机自然呢 它是一个什么 物理的这个化学的这样一些现象 而有机自然是什么 是生物界的就是有生命的这样一种现象 那么在有生命的现象里面呢 它还要区分出生物的这样一个生命 和社会存在之间的关系 和能得作为一个社会存在物之间的关系 所以这就提出来一个无机自然 有机自然和社会存在这三大本体 也就是说他们都作为本体之间的关联和差异的问题 这是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 第一个要解决问题 那么第二个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因果关系和目的论的关系的问题 这个因果关系和目的论呢 实际上是哲学说明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 就是说整个的这个哲学思维方式啊 实际上是受着两大思维方式来支配的 当我们讲自然现象 去观察自然现象的时候 它用的是什么 因果关系 因果关系 因为有了原因所以才有结果 那么我在思考结果的时候呢 我一定要去追溯它的原因是什么 所以它是什么 把整个自然和社会啊 都安排在因果链条上面 所以我们去讲自然现象的时候 讲的是一个因果关系 当然也不排除这个因果关系啊 因果关系也有把它用到这个 这个社会结构的研究上的 你比方我们前面讲的普雷亚诺夫 他把整个这个社会结构 把它变成五层楼 像盖房子一样的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 生产关系呢决定什么 决定这个社会政治制度 社会政治制度呢 包括这个社会心理 然后到这个思想体系 他把整个啊 按照一个因果关系 就是说生产力是原因 是吧 是第一原因 所有的这个社会结构的各个部分 都要以生产力的发展来说明 所以他的这个唯物史观史啊 就是要追就是要说明什么 人的这个这个生产的就是整个社会发展的动力 也就是生产力是如何被发现的 是如何被发现的 所以他也是用因果关系啊 来讲这个社会结构 构筑这个社会结构之间的这样一个关系 也有这样应用的 但是呢 一旦说到人的精神现象 你因果关系啊 永远解决不了 就是说你可以解决物理的东西 社会结构东西 但是你解决不了人的精神创造活动 那个人的精神创造活动啊 他是通过目的能来解决的 通过目的能来解决 也就是说他要探讨 人的目的是如何可能的 人的目的是如何可能 他是从哪来的 从哪来的 那么在以前的哲学当中呢 这个目的能呢 他是把它归结为什么 归结为上帝 我的目的找不到了 然后就找到上帝那儿去了 所以在这个哲学哲学史上 哲学史上 在研究这个社会存在能的精神创造的时候 这个目的论他通常用的是什么 目的论的方法 用的是目的论的方法 而这个目的论的方法呢 而这个目的论的方法呢 他也是有一个 就是说是对这个精神问题的解决 但是他又不能解决什么 不能解决无机 无机自然和有机 无机自然的这样一个关系 这样一个关系 所以在这样一个研究 你要讲这个社会存在 从无机自然 这个有机自然 到社会存在三大本体论的关联的时候 他是不是就要研究 在方法上 就是哲学史上 在研究本体论所使用的 因果关系和目的论的这样一个方法 也要进行一个说明 进行说明 因为你这个目的论 如果这个目的论 这个神学目的论 这个目的论其中有一个 比方说这个自然的 自然界它有一个什么 就是你把目的啊 把它这个 把它运用到这个无机自然 和这个生物界的时候 它也就是这样的 就是恩格斯批判这个杜林的 他认为什么 这个猫尺老甩 都是被目的论规定的 都是被目的论规定的 而不是一个自然的关系 就是他用这个神学啊 神的这样一个东西 就是一个意志 去解释一切 解释一切 所有的自然界和社会的 这个和谐 按照那个 乃布利茨的 它都是先定和谐的 都是先定和谐 所以从这个目的论 它就会走向什么 会你如果把它 就是说滥用的话 用到这个自然界 解释所有现象 一放化了以后 它就会产生什么 产生一种神学的目的论 产生神学目的论 或者呢 你就陷入了什么 陷入了一个庶民论 陷入了庶民论 所以实际上呢 再解释这个 既然要研究这个三大本体的关联和差异 就必须要研究 因果关系和目的论之间的关系 这两种思维方式 就是说要给他们一个限定 要给他们限定 哪一种思维方式 适合于说明哪一个部分的问题 那么另外一种思维方式 说明什么问题 他们之间的这样一个关系问题 之间的这样一个关系问题 那么我们看一看啊 首先看第一个问题 就是他在讲三大存在的本体论问题的时候 他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解决这个问题的 在三大存在的本体论上呢 他一个是讲了他们之间的这样一个关联性 这样的关联性 一个呢是讲了他们的差异性 也就是解决自然和社会的这样一个存在问题 在关联性的问题上 他认为啊 这个三大存在是有关联的 这样一个关联就是说 从自然无机界到自然界 无机界到有机界 然后到这个社会 他们之间的关联是如何建立起来的 是如何 首先他们是如何建立起来 它是一个从无机自然到有机自然 然后到人的一个自然进化的过程 自然进化的过程 还是说 它是因为人的劳动而形成的这样一个过程 这是两种不同的 按照达尔文的这样一个进化论的学说 也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个 生物主义的 对那个人的生物主义的这样一种解释的话 它一定是什么 它是把这个三大 它也强调这个三大存在的这样一个关联 但是它是从自然界而讲的 那么卢卡奇那儿 他强调 他说这三大关联 实际上是通过人的存在而实现的 所以解决这三大关联的问题 就是要解决 如何理解人的存在的问题 如何理解人的存在的问题 那么在如何理解人的存在的问题上呢 这个卢卡奇啊 他提出了两个观点 两个观点 第一个观点也就是他的第一个规定 他说人同时的同时的既从属于自然又从属于社会 就说人啊 他同时的既从属于自然又从属于社会 那么这个规定是指的什么意思 为什么说人既同属于自然又从属于社会 他提出了一个概念 叫自然限制的退却 自然限制的退却 这个自然限制的退却是什么呢 他说这一个啊 是马克思的一个对人和自然关系的 特别对人的存在的一个很重要的这样一个思想 也就是说呢 是自然的退却 而不是自然限制的消失 那么自然限制的退却和自然限制的消失有什么区别 就是自然限制的退却是什么 承认啊 人总包含自然存在 你不管你的社会存在发展到什么 你总是以人的自然存在为前提的 所以你这个人的自然的限制啊 无论你能怎么发展 但是他总是保持着自然的存在 而自然限制的消失是什么 人最后变成了全社会性的 没有自然属性的 没有自然属性的 所以他认为马克思的一个很重要的观点 就是强调什么 就是强调啊 这个自然限制的退却 就是说他只是什么 只是一个啊 人在不断的发展过程当中形成一个什么 社会化的过程 我是一个不断的改造我的自然性 然后进到社会性的过程 但是我的自然性呢 是永远不可能消失的 不可能消失的 因为你的自然性是你的这个人存在的一个基础 如果一个人只有社会性 没有自然性 他就没办法延续了 所以他用了一个概念 他说要理解这个人的存在三大关联的一个规定 就要理解马克思的这样一个思想 就是自然限制的退却 自然限制的退却这个概念 那么从这个概念呢 就会什么 就会明确的形成第二个规定 第二个规定 就是说人的存在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 它是一个不断的什么 消除自己的这样一个自然性 而走向社会化的过程 所以人的发展呢 它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 那么这个社会化的过程 这个社会化的过程是什么呢 也就是说啊 它表现为什么 表现为一种这个发展的过程 也就是说 人啊不断地从把自己的自然 转化为一种社会 也就是一个历史的这样一个过程 历史过程 那么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呢 它其中强调一个很重要的观点 它说人的这个社会化呢 不仅仅是社会的进步 不仅仅指社会的进步 不仅仅是指什么 社会的一种善 它应该什么 还包含这个社会的退步 包含一种恶 包含一种恶 它说这个恶啊 实际上是什么 是能性的一种表现 是能性的表现 动物根本是不存在恶 因为它只有这个自然性 而没有社会性 恶是社会性的一种表现 当我们说这个社会有善恶的时候 它是指着什么 能的道德 是指着一个社会问题 所以在这个说明上 它反对什么 把善作为这个社会 和社会相等同 和社会化相等同 而把恶从社会化里面 以为恶是一种能的生物性的属性 它说不是的 恶也是能的一个 因为很多在这个历史学 在说明的时候 说恶是什么 恶是能的生物性的属性 所以它是什么 善对恶的一种改造 善对恶的改造 是吧 就是马基亚维利 他们在提出这个理论的时候 讲什么 人啊 半是天使 半是野兽 那么天使它是什么 它是和善联系在一起的 是吧 它虽然讲的是文化 但是它和善联系在一起的 那么恶是什么 恶是它的兽性 恶是它的兽性 那么这样的就是 实际上把善恶 一个分为这个能性 一个分为这个兽性 分为兽性 但是这个卢卡奇就认为 他说你这样一个解释啊 它是解释不通的 就是恶也是能的文化 是吧 也是文化 动物根本没有恶 动物根本没有恶 因为它只有自然属性 只有自然属性 这样它就什么 把这个动物性和社会性啊 就区分开来了 所以它说 动物啊 是根本不残忍的 动物是根本不残忍的 因为这个动物永远 只能完全的在自我维持 和自我在生所规定的 生物的这个必然范围内生成 它没有进到这个社会性 所以呢 它就认为了 它说恶了也是这个历史化的 这样一个过程 那么正是由于这种善恶的 这样一个作用啊 形成了这样一个历史的 这样一个进步 历史进步 所以它从这个自然的退却 自然的退却 也就是说 人的自然性和社会性 能如何从自然性 进到社会性的过程 那么自然它是一个过程 所以它说 人的存在 是一个不断的社会化的 这样一个过程 什么叫人的进步 人的发展 就是人的一个 不断的自然化的 这样一个过程 这样化的一个过程 这是它的这个 对这个自然的这样一个 就是说它的 就是说关联性 这几个 就是说特别在讲到 三大存在的关联的时候 特别提出了 这样两个最基本的 这样一个规定 那么在这样一个规定上面 它同时讲 既然这个三大存在 三大存在 是通过人的存在表现出来的 而这样一个人的存在 我们可以看到 它是什么 人同时重属于自然和社会 强调自然的退去 那也就是说 讲的社会存在 自然是什么 按照人的社会化的 这样一个过程 而被转入到 人的社会当中 是吧 它才形成统一 才形成统一 那么既然这个 人的存在 那么既然说 它是通过人的存在 而不断地被转入到 这个社会存在 形成这样一个统一 那就提出一个问题 那就自然和社会 一定是有差异的 是吧 一定有差异 没有差异 它是怎么 就是无论你怎么 把这个自然界 转到人的社会过程当中 你总是有一个什么 自然和人不同的 这样一个东西 所以它就要强调什么 自然和社会之间的差异 也就是说 人的存在和自然的存在 究竟有什么不同 它的分界点在什么地方 分界点在什么地方 所以它就提出来 人的存在和自然存在的 一个根本的差异 是以劳动为界的 以劳动为界 这就有一个什么呢 当我们讲 人和动物的差异的时候 我可以什么 就是说以人为界的时候 它是什么 从它的同一点上讲 就是从它的自然点上讲 还是从它的社会点上讲 也就是说 是从它的差异点 能和动物的区分点上讲 还是能和动物的同一性上讲 这个达尔文的这样一个进化 是从什么 自然 就是说这个动物到这个人 它是一个自然进化的过程 包括这个内能源 它是怎么进化的 它是从什么 它们两者的同一性上 就是以自然为基础的 这样一个同一性上讲 那么马克思恩格斯 就是说他们在讲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是讲什么 从差异点上 就是说他们之间的观念 和差异是什么 刚好是从什么 人作为人 而不同于动物的 这样一个起点上讲 所以他是从差异点上 来讲能和自然之间的 联系和区别 它是这个思维是不同的 为什么说 它是一种否定性的 它是一种否定性 我从一个肯定点上讲 也就是说从一个连续性 在一个连续性的 这样一个点上讲 还是说我在差异性 在一个否定点 一个间断性 一个是连续性 一个是间断性 一个是飞跃 在这样一个飞跃的基础上讲 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 这样一个思维形式 不同的思维形式 而鲁卡奇刚好就是抓住这一点 那么从差异点上讲什么 劳动 劳动 这我们讲这个N个字 就是什么 这个从原到人 最关键的一步是什么 是劳动 所以他是以劳动为起点 来讲人的这样一个进化过程 这个鲁卡奇在强调 就是说在探讨三大差别的时候 实际上是发挥了 马克思和N个字的这个思想 就强调要从这个劳动 你这个劳动 也就是说劳动能够消除这个智能和三大存在之间的这样一个关系 即使他们发生了一个中断 就是说智能 人的存在和智能存在是完全 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 同时呢 要建立了他们之间的连结 建立他们之间的连结 所以说以能的存在 以能的存在啊 来讲三大存在之间的关联和差异的关系呢 他是以劳动为出发点的 以劳动为出发点 那么以劳动为出发点呢 就涉及到什么 对人类存在和发展的因果性和目的论的说明 因果性和目的论的说明 所以这就进到了因果性和目的论的这样一个说明 怎么看待因果性和目的论的这样一个关系 这样一个关系 那么在因果性和目的论的说明上 因果性和目的论的说明上呢 这个首先呢 我们看他提出了一个非常关键的 关键的这样一个词 就是说无目的的和目的性 无目的的和目的性 这个无目的的和目的性呢 是康德的一个提法 是康德的一个提法 康德呢 是把有机界对外界的实验行为 称为无目的的和目的性 就是说这个有机界啊 就是无机界 这个它是一个自然的存在 是吧 那么有机界反映这个外部世界和能有什么区别呢 他就把它定义为什么 无目的的和目的性 他把它定义为无目的的和目的性 这个卢卡奇就认为 他说康德的这个说法 就是康德的这个说法 在哲学的意义上啊 有着非常丰富的思想 有着非常丰富的思想 因为他从本体论上把三大存在区分开来了 把三大存在区分开来了 这个为什么呢 他说无目的的和目的性 是把这个什么 无目的的和和目的的 这两个概念做了一个比较 一个是无目的的 无目的的是什么 是非能的观点是吧 能是有目的的 劳动是有目的的 那么劳动之外的东西是什么 它是无目的的 就是作为一个什么 作为一个生物体有机的反应呢 它是无目的的 它是无目的的 所以正是因为它是无目的的 无目的的 所以呢它是什么 它是一个无意识的 它是无意识的 就是说不是啊 它是也就是说 它不是一种能的这样一个存在 是一个什么 它说这个正是这个无目的啊 它建立了反映了什么 无机自然和有机自然的同一性 无机自然和有机自然 它们作为一个非能的这样一个意识 它都是无目的的 它都是无目的的 但是呢 这个它又是何目的的 它又是何目的的 所谓何目的的是什么 它是有意识的 是吧 它是有意识的 那么能对自然的反应和认识 它是什么 它是有目的的 它是有目的的 所以这个呢 它就反映了什么 反映了能的这样一个目的 反映了这个能的目的 那么它说这个无目的的 这个和目的性呢 一方面它在规定这个 有机物的反应的时候 那么就是说 有机物是一种特殊的反应形式 一方面呢 它和这个自然界一样 和无机物一样 都是一个无目的的行为 就是它的反应呢 都是表现为一种无 这个无目的的 但是生物的反应 就作为一个生物机体的反应 和自然的 比方说物理的风化 这个化石的风化 它是不同的 它有一个什么 有一个 有一个反应机制 有一个反应机制 你比方说这个动物 它碰到这样一个恐惧的时候 它会叫 是吧 会有一种 这个生理的这样一种反应 那么这样一种反应 而且它会做出相应的行动 是吧 它会做出相应的行动 那么这样一个相应的行动 它表现为什么 表现为一种和目的性 你比方说这个蜂蜜 它为什么要 这个自己给自己做潮啊 什么这样的啊 就是它是有一种目的的 它是有一种目的 那么这样一个目的呢 它是无意识的 无意识的 所以它的这个无目的的 和目的性呢 它就形成了什么 就是说这个有机物的 一个特殊反应 就它是一个 无目的的和目的性来说 就是它是一个 和目的的这样一个反应来说 它不同于什么 不同于5G自然 它不同于5G自然 但是就它 是无目的的和目的来说 和目的性来说呢 它又不同于能的意识 不同于劳动 不同于能的 有意识的这样一个活动 有意识的活动 所以它认为呢 只有能啊 才是有意识的 自觉的和目的的 这样一个行动 它是只有这样 它才是能的这样一个存在 所以这样它就通过什么 无目的的和目的性 无目的和目的性呢 把有机自然和无机自然 有机自然和人类社会啊 它都把它区分开来 因为它反应了什么 有机自然的一个 特殊的反应形式 无机自然 无机自然啊 无机自然是什么 无机的自然 它是一个什么 它是一个 仅仅只有无目的性的 它不可能有和目的性 而有机自然的 而有机自然的存在啊 它才是无目的的和目的性 而完全的这个 一个和目的性的行为 和目的性的行为 也就是说目的性的 特征它什么 自觉的有 具有改造意识的活动 它是能的自由 这样呢 它是能的存在 这样它是不是通过 无目的的和目的性 既看到了 无机自然 有机自然 和人的存在的区分 同时也看到 它们的这样一个 连结性 连结性 所以在它那呢 强调无机自然 有机自然 和人的目的啊 人的存在呢 它就通过说明 无目的的和目的性啊 把这三者区分开来了 同时强调了 人的社会存在的特点 也就是说 目的论的行为 它的特点呢 就是一种自觉的 具有改造意义的行为 改造意义的行为 那么这一种行为呢 也就是它所说的 它所说的 人的自由 人的自由 那么这个人的自由呢 它进一步就把它 概括为什么 是劳动 概括为劳动 所以它最后呢 它是通过啊 这个劳动来说明 强调劳动的本体论意义 强调劳动的本体论意义 在劳动的本体论意义的 这个限定上呢 它首先强调什么 社会和自然存在之间的差异 就是说 这个劳动的目的是什么 劳动的目的啊 它首先要确定 主体和客体的关系 是吧 就是它是什么 主体对客体的一个作用 所以你这个劳动 我们说了 它是什么 在能得存在的这样一个本质上 它作为能得存在的本质 它首先 就是说 作为劳动啊 它的一个目的的设定 为什么它是强调了 社会和自然之间的差异呢 它作为劳动的目的 它有两个啊 有两个 首先是认识能的设定 它首先要设定 认识能的目的 那么这个认识能目的的设定 讲什么 就是能的意识问题 这个能的意识问题是什么 你首先我这个要实现 把我的这样一个意识转化为行为的话 我首先是什么 要认识外部自然 要把握它的这样一个因果性 所以这就是什么 劳动目的认的设定的一个前提 我首先要认识这个自然界的规律是什么 我只有按照这个自然界的规律 那么我劳动 我才能把我的这样一个主观的东西 把它变成 把它物化的物质 使它超出来 我们那个要生产宇宙飞船 要上天 你必须要什么 根据自然的规律 你要超出一个和这个 按照自然的尺度 超出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宇宙飞船来 你要包括什么 对它的大气层的这样一个了解 行星的这样一个了解 要不然你超出来的东西 你怎么能够实现它呢 所以你在超出你的这样一个东西 比方说你盖房子 你要包括这个光学的原理 物理学的这样一个原理 还有这个天相学 各种原理 你要防止是往哪一个方向 这个朝哪一个方向好 朝哪一个方向 那么它包括很多什么 对自然界的这样一个认识 自然界认识 所以劳动的第一个设定 一个认识的设定 就是强调人的意识的问题 就是你要正确的认识 自然的因果性问题 这是一个劳动的这个目的认设定 他说除了这个劳动 除了目的认设定以外 还有一个什么 本体认的设定 就是说你除了这个把握自然以外 你还要认识一个什么 能对自身行为的认识 一个你要认识自然 同时你要认识自身的行为 那么你只有把自己认识 就是说有一个什么 对自己实践如何可能的问题 就是说我怎么样把我的行为 能够实现的问题 进行一个认证 那么这样呢 就是说这也就是什么 能对自然的 能动的和历史关系的 这样一个说明 就是说对自身能动性的 这样一个意思 对自身能动性的意思 那么对自己能动性的意思 也就是他说的 无产阶级的阶级意思 你要对你的行动啊 要有一种意思 那么这样一种意思呢 他叫做本体认的设定 他说这个劳动啊 他的这个本体认的意义 就包含着这两种设定 只有通过这两种设定 那么你才能什么 才能形成能的 这样一个历史过程 历史过程 这是他对这个劳动 本体认的这样一个意义 本体认的意义 就是说这个卢卡奇 当然他还包括对这个 日常思维 包括对语言问题啊 很多问题的这样一个研究 但是所有的研究 所有的研究 他的这个中介性 包括对思维形式啊 阶级动人 有很多的研究 那么所有的研究 我们如果把他的 这样一个总体思想 做一个开阔的话 做一个开阔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他的这个整个思想的 一些关键词 或者说 他的概念的一些关键点 那么这个关键点呢 我们把它开阔为啊 四个啊 一个呢 他的整个核心范畴是历史 就是他所有的 要说明这个历史 这个概念 历史是如何 历史的本质是什么 历史是如何可能的 历史是如何可能的 所以在卢卡奇那儿 他反对啊 这个把马 用自然唯物主义的观点 来理解马克思哲学 认为马克思有一个 自然本体认 他说马克思从来都没有强调 这个没有去研究 自然的本体认 没有这个研究自然的问题 他所有解决的 他是把人的科学 当作唯一的科学 是吧 唯一的科学 他所研究的什么 是能得历史 如何可能的问题 所以历史 唯物主义 是马克思主义 哲学的本质 而不是这个 从这里面呢 他就把自己和苏联的 这个马克思主义 区分开来 他认为 苏联马克思主义的 这样一个根本缺陷呢 就是以自然本体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 他是从自然本体认区分开来 这个我们可以看到 他和这个 就是西方马克思主义 和苏联马克思主义的 这样一个区别 这样一个区别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在方法认上 他强调这个总体性方法 就是辩证的总体性 这样一个总体性方法呢 在这个地方就是讲的 因为他是和这个阶级意识的 研究相联系的 和阶级意识的研究相联系 所以他的方法的总体性 并不是一个思辨逻辑的 不是一个思辨逻辑的 而是强调什么 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 就是他的方法认为 哪一个核心 强调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 也是强调他的中介性和批判性 所以这个方法的总体性呢 是强调一种批判性 他的方法本身是否定的和批判的 这样一个总体性的 这样一个方法 第三个呢 就强调阶级意识的 这样一个对阶级意识 做了一个哲学的规定 这个包括他讲的虚假意识 虚假意识和这个 这个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 所以在这个地方 阶级意识在这个卢卡奇那儿 它不是一个什么 不是一个非哲学的概念 不是一个单纯的意识形态概念 而是什么 刚好是他的一个哲学概念 所以他的哲学呢 是以阶级意识为核心的 这个我们马上就会在下面看到 也反映了 这一个时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特点 就是包括葛兰西 卢卡奇 他们的核心范畴什么 都是讲的阶级意识问题 那么我们马上下面要讲的 这个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它是强调什么 个体的解放问题 强调是现代性批判 和个性的解放问题 而不是阶级意识的问题 这一阶段的这个20世纪的20年代到30年代 这样一个阶段的这个哲学啊 这个西方马克思主义啊 它的核心范畴呢 刚好是讲的阶级意识的问题 阶级意识的问题 所以我们在这儿呢 看一看什么 它是阶级意识的哲学规定 就反映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啊 它是特有的这样一个派别 这个法兰克学派跟它也是不同的 也是不同的 那么第四个呢 就是它强调社会存在本体论 就是它对这个社会存在本体论呢 做了一个联究 做了一个联究 如果我们把这四个部分把握了 那么卢卡奇的思想啊 我们就可以把握了 其他的可以都在这样一个点上啊 展开联究 展开联究 这是卢卡奇的这样一个思想 那么在这卢卡奇的小节当中 我们既看到了 他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 不同于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点 同时也也谈到什么 作为这个阶段 作为这个阶段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 到三十年代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 呃特别是以格兰西卢卡奇 他们和克尔斯开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和四十年代五十年代 在法国以及二十年代三十年代 在法兰科学派 就是说在这个德国发展起来 法兰科学派的这样一个 哲学的这样一个区别 这样区别 在法兰科学派的计划